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清楚的经济形态就是市场经济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如果是按照市场经济在运作的 那么它往往就会繁荣 然后人民就会安居乐业 那么这一点是共识 那么但是这个市场经济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真正的搞明白 实际上市场经济不复杂 只有两大核心要素 第一大核心要素就是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 这是第一大核心要素 那么第二大核心要素呢 就是讲规则和诚信 所以一个市场经济下 一定是在一个既定的 大概都认同的规则下 人们自觉自发的遵守这个规则 这叫诚信 那么这个市场经济来 它才会快速的发展起来 当然我们今天我们的创业家论坛 我们重点讲 这个市场经济中 第一重要的 第一重要的就是创业家 企业家精神 那么创业家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什么 可以我们过去可能很多人 就觉得企业家嘛 就是这些国外的 像乔布斯啊 像这个特斯拉的老板 马斯克啊 这些人 咱们中国的可能是马云啊 马化腾啊 刘强东啊 我们可能更多人了解这个 当然 他们是优秀的创业家 优秀的企业家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实际上呢 在我们的身边 还有大量的 这些创业家企业家 可能你没有 在意没有真正去了解他 那么这些创业家企业家 他长什么样 他有什么特点 他真的就像 你认为的遥不可及的 那些大企业家吗 他不一定 他就在你的身边 他就在你的视野中 他的那种精神 那种精神 都展现的 就是我们创业家 企业家所必备的 实际上说白了 就是不甘心现状 就是要折腾 其实我们人生是什么 其实我们人生啊 就是折腾 那你不折腾 你活着干什么 就是折腾 你折腾对了 你的一生啊 就觉得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精彩 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特别是三年疫情过后啊 我们社会来经济发展 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啊 现在从国家 从国家层面上 到各级政府 都在大力的抓经济 而且抓经济的抓手 重点是什么 就是抓到企业家啊 让企业家真正的 又恢复了信心 开始行动了 经济才会好啊 所以我们创业家论坛 从某种意义来讲 就是给大家展示 我们身边那些 创业家和企业家的啊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期 创业家论坛 我也邀请到了两位啊 在过去啊 在他那个领域内 成功的创业家和企业家 我们大家一块看一看 他们长什么样 他们是我们心目中 创业家形象吗 来我们有请第一位 来自美国洛杉矶的 奔 有请 奔先生 给大家做自我介绍 好 谢谢校长的邀请 全球的我们 新项目的这些潜在的朋友 或者是新老朋友们 大家元宵佳节快乐 刚才校长讲到 折腾两个字 我这个人呢 还真是特别喜欢折腾 我的名字叫彭博 大家知道 一个叫气势彭博 但是可是我的小时候 同学们都叫我气势彭博 因为我长得太瘦小了 我呢是湖南人 在西安上大学 后来工作呢 到了北京 在北京生活了25年 也成功创立了两个公司 谢谢校长 谢谢奔 谢谢奔的介绍啊 你看 这个奔的经历 它就是一种企业家的一种做法 但创业有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就创了个百年老店 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 百年老店 说企业呢 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然后你怎么样 其实这是不对的 做企业是养猪 你养肥了 你能卖了 当然更好 你看这个凡子伯克 不就卖给马斯克了吗 卖了四百多亿美元 你看奔的做法也是啊 穿多了两个企业 弄出了卖了 然后再做一个又卖了 那卖了肯定卖了很贵的价格吧 这就是创业家 好 我们谢谢奔的这个介绍和分享啊 有请我们下一位 我们的许燕女士 来看看她的创业家的故事 有请许燕 哈喽 校长好 双总好 线上的新老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晚上好 很开心啊 在元宵节 朋友的日子 能和大家在线上见面 那我呢 我名字叫许燕 我的家乡在江苏扬州 就是著名的扬州炒饭的发源地 那我的前半生的经历呢 其实很简单 我在上海读大学 毕业以后呢 在一家我兴趣酒店工作了八年 因为内心更向往自由丰盛的生活 所以呢 我就抓住了一个机会 接手了朋友的一家小餐厅 从此踏上了创业的路 那我的创业之路呢 分两部分 一条呢 是传统的餐饮路 至今啊 我已经坚持了23年 成就了当地知名的五个餐饮连锁品牌 也在当地市耳熟能详的餐饮纳粹大户 那我创业的第二条路呢 是符合趋势的新创业之路 那是在89年前 我陪孩子在美国读英文 我又抓住了一次机会 踏入了互联网电商平台 取得了一点成绩 那总结我的前半生啊 除了婴幼儿时期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创业 所以我的标签啊 应该是一个对新生术充满好奇 勇于尝试和改变 乐观积极 不怕困难 勇于进取的创业家吧 校长谢谢 嗯 太好了啊 你看我们创业家论坛 实际上就是给大家展示 那个创业家 企业家什么样 我也是创业的 我也是搞企业的 你看过去我们这个崩 你看那个崩 标准的理工男的样子 是吧 你看他戴个眼镜 那我们俩都戴个眼镜 我们俩还不大一样 对不对啊 你看我们这个许燕 过去我们女士创业 有个词叫女强人 一说女强人 这个大家都觉得 女强人是不是都很厉害 你看我们许燕 这个非常漂亮 非常知性的一个女的 可能跟你脑海中 那个女强人不见得一样 所以说创业家是什么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 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那种不甘心让他愿意去做 常人你仅仅是不敢做的那些事 你做了也行 那么我们是创业家论坛 我们要展示创业家的这些点点滴滴和风采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创业家的这个行列中 那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二位啊 这个请二位谈一谈 就是你看我们社会上很多人是打工的嘛 打工一组 创业这个词过去就是很少数人去 去涉猎的 说到创业叫冒风险啊 就是不是一般人干的活啊 就有怎么样 怎么还蛮很多吧 那么我想请二位谈一谈 关于这个创业和打工 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两个不一样的道路的 我还是先请我们这个来自美国洛杉矶的奔 来给大家谈一谈 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谢谢小长 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问的特别的精彩 这也是很多很多朋友所关心的问题 就是打工或者说上班和创业 可能是完全是两条道路 就这两条路呢 也有共同之处 共同之处呢 都是必须要创造价值 创造价值了才能获得价值 那打工和创业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记得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分析 他把所有的各行各行各业分成了四种形态 一个呢叫打工 一个呢叫自雇 就是自己做个体户了 另外呢就是一个创业 还有一个呢是投资 那打工和自雇呢 我们知道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 自己的时间来获得来创造价值 来获得收入 当然也能够创造很大的价值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如果是一个大企业的CEO 你虽然是打工 但是你的影响力也是非常的大 那另外一方面呢 创业和投资呢 它就是可以杠杆很多人的力量 杠杆他人的力量 那我从我个人来说呢 我是比较喜欢创业 我大学学的计算机软件 后来1991年呢 分配到北京的手钢 那我做了一年以后呢 我就离开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仿佛看到了20年30年以后 我如果一直在待在这里的话 我的未来的生活的天花板 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不甘于现状 后来就下海了 那25岁 辗转了几个公司 25岁呢 自己就白手起家来创业 前面的创业的这个经历 也是很辛苦的 前面的5年呢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但是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的一个客户 有一天就给我打电话 说彭博 你能不能来帮帮我 我说做什么 他就告诉我说 挑路由器 就是做工程师 我说没问题 那这一帮呢 就是我们就在一起合作了10年 10年以后呢 我们那个小公司 从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 做了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开始 那最后呢 做成了一个 一个上市公司 所以呢 创业呢 我认为呢 它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而且它有 它有 你可以有自由的时间 你可以有自由发挥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创业和上班 我认为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应该去尝试一下创业 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谢谢校长 谢谢大家 谢谢本的分享 那我想今天在座的参加我们这一期 创业家论坛的伙伴们 如果你有理工男 跟我们奔很像的啊 你可以认真思考一下 你将来的创业之路的 实际上过去我们知道打工简单呀 对不对 找个工作 不行我再换一个 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没有思考一个问题 在三年疫情以后 中国的当下打工 实际上很是很麻烦一件事 一般你看很多大的企业 你想 这个京东啊 这个阿里巴巴呀 这些百度啊 这些这些企业 他们一般招工 一般是35岁 这个坎 35岁最多到40岁吧 就是你超这个年龄的 就不存在面试的可能性了 硬线 一个硬线 那么你想象 如果你25岁大学毕业 开始工作 工作10年到35岁 正是你黄金的年龄时刻 如果万一被采源了 那么你再找工作 就是个很困难一件事 当时当下 我们中国的很多 这个群体的人非常多 而且这些人都是家里要顶两柱 都是家里要顶两柱 所以打工 他这样是有风险的 不是没有风险 当然创业 他当然也有风险 创业他会失败啊 不是我们只看到创业家成功了 也有很多创业失败的呀 那么为什么大家还要去创业 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个许燕女士 让她来谈谈 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来有请 好 谢谢校长的提问啊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谈 我对创业的一些看法吧 首先我觉得创业和打工最大的区别 打工人人都得去干的 这是作为一个自然人 他在社会上生存 他对这个家庭的负责 对自己的负责 他也去打工 可是那是刚需的 是必须的 但我认为创业不是 创业它就像一个奢侈品 您看啊 这个世界上一定是创业的人少 打工的人多 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也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我第二点想看看谈谈啊 就创业和打工啊 他们之间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就是打工它是被动的 拥有一定的技能去被企业或者被创业的人去挑选 而他没有主宰自己生活的那个主打权 而创业不一样 创业完全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期许 自己的梦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这里面最大的区别是啥呢 我觉得创业者 我一路走过来 他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特质的 我想谈到我的体会啊 我觉得创业家应该有三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 他就是改变 这种人呢 他真的是不碍于现状 就像您刚刚校长讲的 他喜欢折腾 他总想改变 那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种人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我父亲就一直对我讲 他人这辈子一定要活得有价值 当时我不太理解价值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后来呢 我明白了 这个价值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我们有能力去帮助身边的人变得更好 能对社会多做贡献 我想这就是价值 这也是我当初创业的原动力吧 第二个那个企业家的特质呢 创业家 我觉得他需要勇气 绝对需要勇气 他需要面对失败 战胜困难的勇气 因为没有一个创业可以保证你只会成功 不会失败 而且创业成功失败的比例 依然是二八定律 所以很多人呢 他没有勇气去面对和承受失败 第三个特质 我觉得 这个创业家 他需要有一定的智慧 这个智慧不在于他本人有多么的聪明 多么的能干 而是他善于把握机会 我看我身边的人很多 取得很大成功的创业家 他们很会顺势而为 他们选择朝阳的行业 跟着成功人的脚步 而不是靠自己的摸索 去划走很多的冤枉路 我想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 选择大于努力 你付出同样的努力 你选择正确的机会 那真的是事半功倍 创业成功的胜算会大得多 所以这是我对创业的几点看法 校长 嗯 太好了 实际上有时候创业并不是你事先规划好的 事先我想好的一条路 不见得 他的原动力 就是你对生活现状那种不满 你看我做公务员 我们当时像我们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当时上班做公务员 全是唯一的选择 不然的话你就当农民了 啊 你没有工资 你没没饭吃 虽然工资很低 那我当公务员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管得不严 我开过小超市 开过书店 啊 后来那个 这个号召这个 所有的干部下 下海经商 我还创办装修公司 我赚的第一桶金 就是装修公司 赚了一帮钱 那个时候 说句实话 没有人教我什么叫创业家 什么叫企业家 啊 没人告诉我 我就是觉得我的生活 那个工资不够 那个钱太少了 我不甘心 啊 那么后来我去到北大 到北大以后 从北大开始 创办星期天教育集团 我把它做到全国 那么这件事 我觉得它算是一次 呃 一个这个有预谋的 或者说是 呃 最后就是你一步一步 算是你的创业吧 那这叫这是一种 一种创业 当你尝 尝到了创业的甜头以后啊 如果再让你去打工啊 去上班 其实是这个回头路 是很难走的 那当然我知道 我们今天在座的 可能有的人 是创过业 比较失败了 你不是你疫情期间 你开饭店 投资了一百万 这到处封城 到处封控 那你这饭店 不就完了吗 然后呢 你可能就这一百多万 花没了 到现在也不好办了 所以你现在 我终于打工啊 终于打工 其实呢 在我的创业的年纪中 我刚才没有问 这个奔和这个许亚啊 你们创业的 启动资金是啥的 实际上 创业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去 搞点钱 给自己加了一点钱 拿着贷点款 让别人给投资一点钱 这样一种创业啊 呃 这是一种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种啊 我实际上 我 我 我真正更喜欢做的是什么吗 并不是有很多钱 或者说 我自己有点钱 我都不是的 我在第一个 开那个小卖部 小超市的时候 那我没钱 我连那个房租也逃不起 我那个进货也逃不起 虽然没多少钱 那当时呢 就环境比较好 房租是一个月以后再给 这个进的货呢 我去 那个批发的地方进过来 人家不要钱 我卖完了再给 就这样来的啊 我干装修公司也是这样的 那后来创办星期点 也是这样的 后来我就像那种习惯了 就我喜欢什么创业呢 我喜欢那种空手套白狼 那种创业 我不需要投资 我一说投资 我就 我就觉得不划算 我就没这个必要冒这个险 那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偏好吧 有的人就善于 他拉着风险 风险基金 然后逛 投资了几千万 然后创为 创一个平台 这也有的啊 那我比较擅长的 就是我不需要投资的 你包括买房产 你让过去搞房产投资 对吧 这个现在北京上海 当然现在不是时机了 我买的房子 我现在我总结了这么多年 我搞房 我不是有意搞的 没有超过一万的 就超过一万 我都觉得很贵 我都觉得这么贵了 我还卖给谁啊 更别让你三五万了 三五万你让我买个房产 我就再 我不愿意 我都是最初 几千块钱 一平米 这个地方别人没看好 这个地方我觉得没问题 我一投 后来发现涨了好多倍 你看 这是我的一种创业理念 实际上 我现在我们做这个新平台 我们做这件事啊 他就是这样一种理念 就是你几乎没投资 但是呢 我发现在我们很多人心中 有这样一个观念啊 就是好像 好像这个没有投资 似乎就 不叫创业 说你看 咱们一人投五十万 四个人投了两百万 这叫创业 我说你一分钱也不用投 他就觉得你这叫创业吗 哪有这种创业的 实际上 人生真正精彩的 是空手套白狼 什么意思呢 这山里面有狼 我啥也没有 空手吃入空拳去了 到时候我给你背了一条狼 回来的 这叫本事 我原来估计老个学生也讲嘛 我说我把美国海军陆战队 那个装备配给你 你就给我打这狼了 那叫啥本事啊 对不对 别打狼 老虎也打死了 那不叫本事啊 那是装备好啊 对不对啊 那问题是 我们绝大多数人 今天在座的很多人 你可能就是 没那一个亿的资金 你要有这一个亿的资金 你有很多创业选择 而且短期的 你也赔不光 你谁有本事 把一个亿 瞬间赔光了 那也叫本事啊 你咋赔啊 真正我们很多人是 就是他有梦想 他愿意去折腾 但他没有资金 没有资本 实际上我们的新平台啊 实际上我们真正要的 就是那种 你有梦想 你不甘心 我不需要投资 风收到白狼 一两年 三五年以后 你会发现 你已经爬上了山顶 看到了山那边 美丽的风景 这就是创业以后的喜悦啊 在接下来 我想问问二位啊 那么新的平台 还在筹备阶段啊 二月二十一号啊 我们中国农历 龙抬头那一天 正式上线 今天我们不知道产品啊 因为模式大概知道了啊 还没有最后定稿啊 然后都是 什么人在做也不清楚啊 我知道过去很多人创业 他喜欢什么呢 他喜欢看到 我看到哎呀 这别人赚钱了 过去我们农村 这个一人富不算富 带给大家来支付 一人养兔 让很多人都养兔子 他就是这样 他看到那个人养兔子 盖了几层楼 又车开了 他也给我弄两只 我也开始养 这是大多人 叫模仿啊 那么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看到 但是我觉得 就企业家的创业家的敏感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我觉得这是能成 别人看着有风险啊 他最后就成功了 这种成功是大成功啊 我更喜欢这后者 所以我想跟我们二位来谈谈 新平台是什么地方吸引了你 你为啥会去做这件事 来我们还是按照 有请我们的笨 有请笨 来谈谈这个问题的看法 有请 好谢谢校长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校长 谢谢您 我记得呢 在2020年的时候 我当时到美国来 我的一个朋友 就跟我提到过 Kim Kim Hui 他说Kim Hui怎么怎么样 Kim Hui怎么怎么样 从那个时候呢 我就知道了 Kim呢 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传奇 是一个 创造了传奇的一个 这么一个人物 那我就很敬仰他 这是第一个 这是我的第一个种子 那第二一点呢 我从2016年 移居到墨尔本以后呢 因为刚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英文也不好 语言啊 文化都不一样 一边呢 国内的生意公司还在运转 那另外一边呢 我要在海外要陪伴家人 那我想这个人是闲不住了 那我在做点什么事呢 那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缘分 我就结识了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有一个 有一句非常经典的一个描述 他就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也非常的认同 他说这个行业里 不论你有没有背景 有没有学历 有没有资金 有没有人脉 等等等等 只要你愿意付出 愿意努力 去复制你自己的行动 去帮助他人 你就一定会取得超出你自己预期的成就 这句话呀 生动地描述了这个行业的一个魅力 好 那这是我的第二个种子 那第三个呢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美国有一个投资家 他实际上他也是个企业家 叫Bill Gross 他呢 创办了150多家企业 那其中有50多家企业呢 都要么就是公开上市IPO了 那么就是出售出售给这个一些大的企业 像谷歌啊 LB&B啊等等 那这是一位很成功的人士 他做了一个 他花了多年的时间 做了一些调研 最后得出一份报告 就是他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一个创业企业来说 他成功的关键的最关键的要素 到底是什么 他总结了五条 有点子 就叫Ideal 这是点子 再一个呢 是团队 还有一个呢 是商业模式 还有一个是资金 还有一个是时机 这五个要素呢 是一个创业企业成功 最关键排在前五位的 这个因素 那大家知道 哪一个因素 又排在第一位吗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的研究结果 最后公布以后呢 大家都觉得很惊讶 但是仔细一想呢 又很认同 就是时机 这也是我们中国的 我们的这个老祖宗 有一个总结 叫万事 叫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是排在第一位的 这个比尔格拉斯这个投资大师呢 他的研究结果也 如出一辙 就是时机啊 是排在第一位的 他占到了一个 创业企业成功的要素里面的 42%的一个分量 那第二位呢 是团队 团队呢 占到了30% 这两个因素 加起来就 占到了70% 决定一个 几乎可以决定一个 企业的一个成败了 那联想到 我们这个新项目 是在12月份的时候 我澳洲的一个朋友 给我打电话 他说 他就简单的几句话介绍 第一个 他说是Kim 他要出来 创造一个平台 那第二呢 他说现在我们有机会 赢在起跑前 我们都知道赢在起跑前 大家都讲赢在起跑前 是吧 但是居然有赢在起跑前的机会 这个时机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当我听到这一点以后 我就毫不犹豫的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选择这个新的平台 这就是我的一个回答 谢谢校长 看我们大家是不是听出来了 看我们那个理工呢 实际上思考问题的时候 是非常的理性 他用数据说话 他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你跟对人 第二个来抓住时机和趋势 你看我们经常讲时机和趋势 那时机趋势怎么选 实际上不好选的 时机在哪里啊 趋势在不好看 那么中间呢 你找对人 你看很多朋友问我 说那我怎么我也想赚钱 我也想 怎么样 怎么办 那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就这个穷弟兄 这个穷哥们 这个穷姐妹在一块创个业 那是三十年前的玩法了 你今天你还这种玩法 你们仨人都没钱 然后要创个业 在当今这种形势下 你们很难成功 实际上这中间还有个办法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 你身边朋友圈中 那个做得比你好的人 你要向人家虚心求教 跟人家混 这种办法是目前成功的捷径 他中间就蕴含了时机 蕴含了趋势 就像这个KIMO要干这件事 我第一次听说以后 我就觉得如果他要来做这件事情 那他肯定是要做的大于 大于原来的严实 他都会干 否则他不会去干了 所以我刚才奔谈的这个话题 我觉得谈的这个 他的数据用数据说话 非常的有意义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请 我们的许燕女士 来听听她对我们这个问题 新平台她是怎么看的 来 有请 好 谢谢少长 是 我刚刚听了奔的理性的分析 我在反过来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如此的动心 我就是比较感性了 我是很简单 听从我内心的声音 我自己内心究竟想要的什么 可能当我听说 这个平台是KIMO 来开启动的时候 我真的是毫不犹豫 因为线上很多人 也许不太了解KIMO 但是我懂啊 我懂KIMO 他过往的经历 他的使命 他的品格 他的能量 他是这个行业啊 在全球 他是一个传奇 他用了几十年的耕耘成果 我真的见证了他用那种 他口中的微光 其实已经点燃了太多普通人的梦想 也照亮了很多人的创业路 很多人在KIMO的引领下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KIMO来做 这件事情的胜算 要比普普通通的平台 或者传统生意 简直是天壤之别 没有办法可比理的 所以我想追随他 这是我第一个感性的内心的想法 同时呢 我也来理性的这个分析了 我觉得过往我这么多年传统的创业 其实我在当地这么多年的耕耘 五个餐饮连锁品牌 其实已经到了天花板 重点 我们经历了疫情 经历了很多波折高高低低 能够活下来已经幸运了 可是我知道到了天花板 没有办法再突破自己 而且凡是靠自己的摸索去耕耘 特别的辛苦 所以呢 这其实不是我真的想要的 我觉得我还有更大的能量 我还有更大的潜能 传统生意不能赋予我 但是Kim可以 所以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重新去选择 那这个新平台呢 我确实也不知道 产品啊模式这些 我觉得这真的不重要 刚才我讲 创业家有个很大的特质 是要有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要有选择的能力 他眼光要好 那这个摆在面前的 这个行业 后疫情时代一定是个趋势 人人如此的需要健康 然后Kim的经验 我们跟着这个对的人 可以不走弯路 不是少走弯路 而是不走弯路 再来 刚才Ben总也讲了天时地利人和 我知道这个平台里面 有我们很多非常优质的领导人 在一起 我想我们余生不长了 那在余生当中 我们要跟真正的正面的积极的 让我们彼此舒服的人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我们聚在一起 可以成就更大的事业 也真正的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和付出 来影响 我不敢说改变吧 我觉得能影响周遭太多的人 太太多 有创业梦想 不知道如何去创业 不知道如何去选择的人 所以我这一次 我要快快的把我的传统生意 李李顺 李李顺抓住这个 仙载难逢的好机会 真的是先机 我们抢占一步 会领先一路 我们这个一步抢占的 真的是 我说这可能是老天爷对我们的厚爱 我们传统老板 苦苦经营那么辛苦 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其实人生好的创业机会不多的 不一定创业就是好的机会不多 差不多七八年就一次 在黄金时段也就是三次而已 所以我前面的创业的经历 这个正好是第三次 正好在我 在这个人生的已经 跨走过了一半的时候 我非常感恩了有这样的机会 抓住他 我想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非常的觉得自己的幸运 也很感到很 很 虽然还没有开始 2月20号 我无比期盼 而且已经满满的种幸福感 因为这是一条 我们很多人所憧憬的幸福的路吧 校长 传统行业的天花板 实际上很多人可能已经遇到了 不管你是开超市的 或者是自己搞一个自己搞一个自己的小店 或者搞一个他就有天花板 饭店也一样 饭店你那个位置 那就不能影响到别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新平台 其实我看上新平台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没有天花板 你可以尽情发挥 肆意发挥 尽情的往前做 实际上这种平台 我们是 这个可有而不可求的 就是我们过去经常讲一个词 就是跟高科技 跟这种世界的大趋势连接 是连接这个词 那么你像特斯拉 很先进 买个车开 你跟他的连接 最多就是开个车嘛 苹果手机很先进 它是最高的科技都在苹果手机里边了 那么你也是买个手机用 那么你能跟一个生物高科技公司 发生连接吗 过去我们没法想象 对不对啊 那么做核酸的 那都是高科技公司 那就基因科技啊 为啥原来做不出 现在能做核酸的 那你就沾个嘴啊一下 等他给你连接就这个 不做了 你就不知道他们干嘛去了 是吧 你现在做核酸 也找不着地方做了 他给你没法连接 那么我们这个新平台 实际上是让你跟他发生连接了 把最好的产品 世界神奇的产品 再加上云计算 大数据 互联网 电子商务 这四样东西给你弄到一块 你就作为个消费者而已 跟他发生了连接 他把你带到世界上 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你这个人 还是你 没有多大的改变 但是由于你给他发生了连接了 他本质上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 那么这个改变 他是深远的 他是深远的 最后你会发现 你这个人 他也发生改变了 就所有的 近朱着赤 近墨着黑 当你跟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一群人在一起 科技在一起 模式在一起 你这个人的思路就打开了 然后你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一群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创业家 企业家 我们想做的事 我们想做引领的事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期 创业家论坛 那我想我们大家从 邓的身上 从我们许燕的身上 应该你能看到点什么 看到点什么 那么这也是我们所 真正期盼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 第十期 创业家论坛就要结束的时候 那我还想请我们二位 给大家讲一讲 你此时此刻的感受 想送给我们这一期听众伙伴们 你想说什么 我们有请奔 好 谢谢校长 先相信 后看见 这个项目啊 可能对于我们千千万万的 普通人来说 是 也许是未来五年之类 最好的一个机会之一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你想想 有那么多 在这个行业 获得了成就 有几十年经验的朋友们 在完全不知道 公司名字 产品的细节 甚至制度的细节 在这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个项目 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 我奉劝啊 凡是想要在这个行业取得成就 的朋友们 不要犹豫 马上去行动 谢谢大家 对 大胆的做出自己的选择 走出所有的舒适圈 那么几年以后 还给你的 一定是 更加精彩 不一样的经历 来我们有请许燕 给大家再讲一句 好 谢谢校长 人们常说啊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可是我今天想说 机会比才华更重要 我们身边太多 有才华的人 可是一辈子 没有遇到一个好的机会 回顾人生 也是平平庸庸 度过一生 所以呢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要牢牢牢抓住它 真的是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那我们一起 在新的平台上 来实现我们 每一个人的梦想吧 谢谢校长 嗯好 谢谢我们 这个许燕刚才讲这句话 实际上人生在关键时候 其实就是那几步路 你看我们过去 大家经常讲 说我要跟对人 做对事 然后我们要跟对趋势 我们要相信优秀的人 但是我发现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啊 为什么这个普通人 跟优秀的区别在哪里 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 你到最终来看 在各行各业内成功这些人 到最后你会发现 他并没有什么 你不可超越的特质 人都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 还举例子吗 就我们人 你不好看吧 你看猫 那猫 有的猫价值好几万 有的猫就随便抱 但在我们人来看 他的猫有啥区别啊 你逗他玩的时候 随便都 逗他都跟你玩 再贵的猫 再不值钱的猫 都一样 对不对啊 他都是差别很小的 人也一样 差别很小 那么我们发现在现实中 人的差别又很大 这个差别在哪里 就为什么出现了 这种很大 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就是选择 就是你 真正做到了 我遇到机会的时候 我跟对人 我跟着去做 跟对人就两点判断 第一这个人 比你强多少倍 是十倍还是一百倍 他得跟你一样 他比你强很多倍 第二个就是 他会害他会不会害你 他有没有害你的动机 如果这两个没有 你就跟着走 未来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好 非常感谢我们 笨和我们许燕 两位今天无私的 来分享他们的 创业家的心得 创业的一些经历 我也希望我们今天 这一期的创业家论坛 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 能够带给一些行动的动力 邀请大家和我们一块 奔向更加精彩的 2023年吧 好 各位朋友 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 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最后再给大家说一次 元宵节快乐 元宵进 新春时 再见 谢谢 谢谢小长 拜拜 拜拜